严重不建议大家 在财务上跟别人发生关系 任何跟财务有关系的都不发生 这有一种情况例外 就是我们叫非财务原因的 那也不是借 就是正义 就是比如说要救个急 有一点临时的事情 身体的状况 比如说临时出了点状况 我觉得那个就叫正义 就送出去了 就没打算要回来 因为你借反正也要回来 所以就根据自己的实力 力所任机的送出去一些钱 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不要跟别人发生金钱的关系 人性是这样的 我已经借到了钱 放进我的口袋里头 他会觉得是他的钱 他在还出来的时候 他特别痛苦 他就会觉得你怎么能问我要呢 他觉得要他的命你知道吧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你怎么能问我要钱呢 那不是我的吗 已经进我口袋了 严重不建议大家 在财务上跟别人发生关系 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 No 所以各位 第二个技巧就是 拒绝要宽 不要托你带水 就好像说嫁给我吧 不嫁也就过去了 如果说嫁给我吧 那你让我想想 你让我想想 你一想我三年了 你还不嫁给我 我就会怨恨你 三年是夸张的说话 我问你借钱 你一上来就是 我真的没钱 我知道你明明有钱你不借 对 就是我们家族的规定 或者是我内心的世界 不要在钱上跟任何人发生关系 一碰面借钱的事 直接说呢 拒绝是越快越好 答应是越慢越好 记住我的逻辑 别人问你 求你个事 比如说 小姑娘 明天帮我应付一下我爸妈了 我爸妈要来做我的女朋友了 不是很多零食这样的吗 你就会说 让我想想 就答应的时候 越慢也好 晚一晚 不要一冲动就答应 可能说你做不到的 但是拒绝的时候 时间越快越好 而且越快 双方的感情越不会受伤 越慢 他会觉得说 你看就是你 我一个月以前就跟你说了 我你借钱你都不借 搞到我这个月这么尴尬 他会愿恨到你头上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是这样 本来很怕担心失去这个朋友 所以很勉强地借钱给他 结果你会发现 人也不回来了 钱也不回来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借钱 有什么难应该自己去扛 或者是向银行贷款 所以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 感谢观看